他很关心我们原住民朋友的问题 那但是他有一点可能搞不清楚了 就是说其实在这个社会救助法 在91年1月9号的时候已经颁布了 那么在98年11月23号有修正过 那么在5之2条的这个社会救助法当中呢 他有明定就是为产生经济效益之原住民保留 地不列入家庭之不动产计算 那么即便已经有这样子的修订了 但是为什么今天孔委员还是在这里提出这样的质询呢 其实原因就是我想在这个认定执行面上出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修正以后我们还是很多的原住民朋友有这样的困扰 因为有这个原住民保留地所以还是申请不到这个救助金 那么我们检视一下 其实在这个认定上当然就是说林业用地啊 林业用地跟交通啊水利用地古迹保存等等 这些都没有什么经济效益嘛 但是在里面列举的唯独这个农业用地是没有被放在里面 那大家可能想说农业用地好像有一点经济效益 可是在这个原住民保留地其实它是一个封闭型的一个 这个交易对象是一个封闭型的这个交易对象嘛 那是都是只有原住民而已嘛 那如果而且大家想想看比如说这个拉拉山这个水蜜桃啊 可是他他在承担的风险也是很大 大家都知道啊随便一个风灾来 那所有的努力又白费啦 所以本席哦是在这里强力的建议请部长认真回去思考 就是所有的这个保留地都不应列入这个家庭的这个不动产的计算 我刚才听我们市长讲好像地方政府认定的时候 往往会认为有些地方是有经济价值 因为他如果有在种高山水果之类的话 是有一些经济上面的获益 但是这个风险也是很高啊 而且我们当然宁可将来国土计划法通过之后 有很多地方是不要再开发利用 不过个案方面又有个案方面的行为 部长你刚刚讲到这个地方政府 但是你们也算主管机关嘛 那所以还是请你们能够在这个部分 跟地方政府做一个好好的沟通 委员这个部分啊 因为那个前提是没有产生经济效益 没有产生经济效益的各种地 那这个在讨论的过程 大家认为是如果有产生经济效益 他就有可以维生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理念 不是但是你们这种认定我刚刚讲 其实有很多的原住民朋友他误弄 其实严格讲起来 那种经济效益是很少很少的 所以这个部分哦 你们还是应该要就是从宽来处理啦 那你不要在这边跟我争辩 我建议你到现场去看一看嘛 但是你不要把那种平地人 就是拿那个原住民来当人头的那种 那种你不要看 因为我们原住民朋友不会自己想到说 要去这样做啦 如果不是有人 可拍心 想一些有的没有的这个坏点子的话 是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啦 那所以请你们也 就是说好好的做一次 我们答应委员会跟原民会 还有地方政府一起来检讨一下 这一个认定的情况 好那另外哦 呃部长我在这边代表 一群为数不少的这个 呃妈妈们在这边提出 呃一个 这怎么说呢 因为我之前 因为跟他们接触 呃那我在上个会期 我四月份的时候 我有提了一个案子哦 就是呃希望这个身心障碍手册 能够更名为关怀手册 那么在短短的两个礼拜之之内呢 呃你们内政部用很快的速度 就把我这个提案给否决掉了 那我想否决掉 如果有很好的理由 我可以接受 但是呢 我看到你们回函 这是看了叫人家气到快要断气 就是说 你们的回海里面哦 有提到这个身心障碍手册呢 就是说有领取这样手册的人 总共有104万左右的人数 那么有 当然有些民众啊 就是会希望就是说 什么单眼失明 呃失聪 子宫切除乳房切除等等 都纳入身心障碍的范围啊 那这个这个呃 我我没有意见啦 你们自己去讨论 但是你们就加了一 就写了一句说 鲜少有排斥领取的情势 你们怎么知道有鲜少有人排斥呢 你怎么可以这么断 这么肯定讲说 就没有什么人排斥呢 哦哦哦哦 不愿意领 不愿意领那个光 其实身心障碍手册 我们可以选择领或不领 但是我告诉你们 确实就是有很多种状况 因为你们没有考虑到 我们现在身心障碍就是 你把身障心障 全部都混在一起 啊其实心障还有 还有在分啦 那有一些就是可能 就是说是属于精障的部分嘛 那但是还有一种 有一种小朋友 比如说高功能自闭症 比如说亚斯伯格 他们看起来与常人无异 他也有能力参与 一些活动 也有能力去工作 那这样的小朋友 你们就说 让他去领这个身心障碍手册 其实 身为家长的都很不忍心 因为 等到家长 就是说等到小孩子慢慢长大 会试字的时候 有一天小孩子拿着 发现 就是因为之前 家长都很努力的 把这个手册藏起来 但是有一天小孩长大 不小心看到这个手册的时候 拿着问妈妈说 我都很正常 我考试也考得很高分 我很聪明 为什么要给我这个手册 这样子 这样子一群的 回溯不少的人 你们怎么处理 怎么可以说 嫌少有人排斥领取这样的事情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讲 好 向委员报告 我们并不清楚 回航给委员的是 哪一层级的同仁 但是这个回航 对委员造成困扰 十分的过意不序 不要说对我造成困扰 不是 我也心疼这些家长 不是 我今天不是替我自己在讲话 我是替一群 为数不少的家长在讲话 部长 报告委员 我自己也是那一群 为数不少的家长之一 所以我可以理解 我自己第一次看到 我的小孩 领取身心障碍手册时候的心情 但是这个事情 我们必须要冷静客观的来看 我们会做一个社会研究跟调查 看看是不是大家赞成 把它改成关怀手册 因为 或爱心手册 因为 有些人排斥 或者说父母 父母观念比较开通 他们想要去领取 但是阿公阿嬷反对 是的 但是 他 就是说如果家庭状况比较好的 还可以支付这些费用 那但是问题是 如果一些经济状况不好 但是他们又不愿意去 领取这样的手册的时候 那在 在 在 呃 是 相关单位里面就 没有登记 没有记录嘛 那这些小朋友上 上幼稚园上小学园 他们就没有办法去享受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福利 一个资源嘛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所以我知道 虽然说你们有讲说 101年之后会有这个 要把所有的证明文件 改成这个身心障碍证明来 不是把这个身心障碍 手册 用这个身心障碍证明来取代 可是问题是 因为我不太清楚 你们这个是长什么样子 那我想 我今天把这个问题 点出来 很感谢委员提醒我们这个可能性 我刚刚有讲 我们会去请学者专家 讨论一下 并且必要的话 我们会做一个问卷 特别是针对 有领取身心障碍的家庭 你们这个 就是说公厅会或者是调查 我觉得有一部分你要独立出来 刚刚我提的那一种类型的孩子们 高功能自闭症 亚斯伯格症 对像这种的 你们要怎么去做 做区隔 或者是怎么样的处理 那要特别再思考 那我另外 我这边再 请教部长一下 就是有关于这个莫拉克台风 灾区配合先期搬迁的 这个迁居者 或者这个房屋拆迁户的 这个补助办法 第七条里面有讲到 就是各级政府合法之同意 购置住宅通知书 有效期间最长是两年 那么 就是说为什么要定两年 因为他如果是灾民的话 两年内如果 完成这个 完成签件就 就是说如果超过这两年 你就不给他补助了 是这样子吗 而且我们都觉得 我现在手上没有那个条文 没有记得那么熟 但是我们的永久屋的政策 是两年内把它全部盖完 所以应该不需要超过两年 可是问题是 刚刚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去住永久屋 还有中继屋的问题吗 所以你说永久屋两年建完 那这样子其实你不就是有点 还是变相的 限期强制人家去住永久屋吗 现在袁明慧正很努力的在做这个沟通跟共事建立的工作 没有我现在不是讨论那个永久屋居住的问题 是说你限制这两年 那等一下超过两年就没办法领补助了吗 因为其实搬家是个大事 牵撑更是一件更大的事情 那两年内 人家在面对这么多的创痛的时候 两年其实时间是很短的 你这样好像给人家变相处罚 说你没有配合我的限期强制牵撑的话 两年内这个完成牵撑 那你就不能领补助 其实你应该反过来讲 你如果两年内 我加码奖励你 每个人都可以领 但是你去思考一下 我觉得这个期限应该是要被延长的啦 部长 如果延长的话 我们最终还是要面临到什么时候 截止的一个问题 不管是五年或者是十年 所以我觉得当时当然定两年有一个期待 就希望说这个重建的工作快一点做好 但是如果说到时候真的 因为我们的乡民有不同的想法 以至于这整个重建的工作 没有办法在两年里面结束的话 我相信到了那个地步 应该会有修正的措施 所以我想在这个部分 你们应该有一个诞书嘛 我觉得这个比较清楚的写下来会比较好啦 你们回去好好研绎做一个更正啊 那我很快提醒一下这个 也是跟风灾有关系很严重的问题哦 在这个莫拉克生活重建服务中心实施办法里面哦 他就是说他并没有提到说多少户数才可以成立这个中心 但是呢在第八条的规则 却有规定就是说50户的这个聚居 50户以上才可以设置联络站 那我很担心就是说我们原住民的部落可能有很多是少于20户的那我们可能连一个最基本的联络站都成立不了 还是说部长要我们去跟比如说台东的这个灾户呢要跟平东的或者跟阿里山的合并计算吗是这样子吗 大概不会那个当时50户是在很多那个跟乡民们跟灾民们座谈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吴奎也谈到过几次包括说像我们到底多大规模才准备要成为一个新建永久屋的地址 这些讲来讲去大部分都是50户所以这大概是跟这个法令有他的一致性哦 我想部长你这样回答很很危险我想这个观念你我觉得你的观念思考上有一些问题可能会后我们再来做一下沟通哦 因为你这是永久户屋你去设定是这是人为设定要50户但是实际上部落真的有这么多的户数吗 我们可能是被强迫聚集在这个有你说要去住永久屋啊因为你们那么多变相限期强制牵扯要把大家弄弄在一起嘛都是还过你两年内嘛 情况蛮多的哦在我们同仁回报的这个呃现场的这个雨谈情形哦确实是有一些部落他们希望散居的方式 就是说可能聚拢不起来但现在一切都还在进行中如果说到时候真的呃有刚刚您所讲的二三十户的情形的话 联络这样的设置可能会有一些弹性 好部长呃您是一个学者哦那我相信对于人文你应该也是非常的尊重的 那我希望你不要间接成为一个消灭原住民文化的一个杀手谢谢 谢谢我不会谢谢